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欢迎收看恒林在线 小朋友不专心不听话 是被种坏了 还是老部的发展有障碍呢 家长如何识别呢 今集请来香港精神科学院代表黎大森医生 为大家讲解 黎医生 你好 你好 家长如何分别到小朋友是属于好动 还是患有过度活跃症 还是专注力失调呢 其实这个病本身 其实它会分开几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专注力的问题 第二方面就是它有些活跃性的问题 其实还有第三方面就是一些老妄冲动的情况 很多时候它们不仅是一些社交环境 或者在公园里会出现这些问题 其实在不同的地方 包括在家里 学校 其他的聚会 它们都会同样这些问题出现 而那些问题 根据我们一些诊断准则 它是要维持了有六个月 要经常出现 也都影响到它一些 比如生活上边 学习上边 社交上边的情况 那我们才可以诊断得到 那整个病本身的原因 其实都跟我们老女的内分泌失调有关系 特别是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 那说到病因是跟老作怪有关系 那小朋友会出现一些什么病征的呢 那男女患者的比例又是多少呢 病征呢 刚才都说过 分开三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呢 就是一些专注力问题 那专注力问题有些什么情况呢 其实根据国际性诊断准则呢 我们都会留意到有不同的情况 例如他们很容易分心 很难去集中精神去做一样东西 而做的时候呢 他们会遗漏了一些细节 可能中间有些事情他们会跳了 跟不上这些情况 有很多时候呢 如果他们做一样东西 是需要长时间去集中精神 例如小朋友要做功课的时候呢 他们未必可以那么容易完成 有很多时候他们就会去拖 或者是用各种的方法去 就是希望不用做那样东西 就算要做的时候呢 譬如他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东西 例如他玩啊 或者是学他一些兴趣的东西 就是呢 如果那个情况严重的话呢 他连这些都未必可以一次过完成得到的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讲的一些专注力的问题 第二部分呢 就是讲一些过度活跃的情况 过度活跃的情况呢 包括譬如他们的手啊 脚啊 会不停地移动的 很多时候他们的家人都会形容他们 就是好像撞上个摩打 停不了一样的 除了手部运动 手部的移动 或者是身体的移动之外呢 他们的口部都会动得很厉害的 就是他们会不停地说话啊 问话啊 那这些呢 都会影响到他日常生活 或者一些社交的情况 还有呢就是老妄冲动的情况 例如他们譬如排队的时候呢 他们会排不了队 譬如有些老师要问话 譬如上课要问话的时候呢 他们很多时候会冲口而出 在诊断这一类的患者的时候呢 都会用一个量表呢 去评估小朋友的专注能力的 可不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在那些量表其实有很多种的 但是那些量表呢 本身都是就回一些症状去设计的 例如我刚才讲的那三部分 那在那些量表里头呢 那些家长或者是那些照顾者呢 都会看回他们这些问题出现的次数 有些可能是不是很经常的 或者是他经常有 还是每天都会出现 那这些这样的次数里头呢 我们会看到一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根据的量表呢 起码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 小朋友会不会很大机会有这些问题 那固然最终的诊断 都会是由精神科医生去做一个确诊的 那万一是确诊的时候呢 小朋友需要接受什么的治疗呢 在现在的医疗指引 包括美国或者欧洲 甚至香港 其实我们现在用最常用的 都是一些叫合并治疗 合并治疗呢 其实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一些药物的治疗 第二部分呢 就是一些行为的治疗 那在行为治疗的那一部分呢 我们会集中留意小朋友 平时去他日常的工作 或者是处理自己的物件的时候 他用的方法 会不会有一些很疏忽的情况 很大意的情况 或者一些遗漏的情况 那我们会针对每一个小朋友的问题 去改善他这些方法 那小朋友上学的时候呢 可能没有父母提醒呢 可能忘记了吃药 会不会影响了一个药效的呢 这个会的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用 刚才讲的一些中央神经刺激剂 它本身的药效呢 其实都会有不同时间的规限的 那有些会短些 有些会长些的 最短的呢 我们讲的是四个小时 现在用最长的呢 是十二个小时 那如果 他是用四个小时 或者是用中后 是八个小时的药呢 如果他遗忘了 没有吃到呢 其实是会影响了成效 也都会影响了 药物刺激老部的作用的 那有些个案呢 可能家长看到小朋友的成绩是进步了 或者行为是有改善的时候呢 就没有去积极跟进了 这样放弃了一个治疗的话 对病情是不是都会有影响呢 其实我想小朋友 当他接受了治疗 药物加上行为治疗之后呢 我们都看到很多时候 他们会有改善的 在他改善的过程里头 家长的角色更加重要 他们其实应该继续支持小朋友 鼓励他们 令到他们再做好些 令到他们学习的动力会再好些的时候 可以进一步改善他们做事的方法 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帮他们 因为我们都见过有些个案 就是说见到小朋友 似乎他进步了 譬如成绩上面改善了 那家长也都放心了的时候呢 他可能有其他事情要处理 他就放少了时间在小朋友上 那对小朋友来说 好像觉得他努力了 未必家人会见得到的时候呢 他们有机会的动力会减退 所以在他进步的过程 更加要多些鼓励 除了在家人之外 小朋友对得最久的可能就是老师 老师在学校的时候 怎样帮这班小朋友 去克服各种的障碍呢 因为老师其实在上堂的时候 或者在学校的时候 一个老师可能要照顾很多小朋友 那在照顾这些小朋友里头呢 就会有一些不方便 亦都有些困难 但是最基本呢 我们都会有些东西 建议给老师 或者其他的照顾者 例如比如他做事的时候 或者他学习的时候 尽量将骚扰性降低 那么很多老师 其实现在都在做的 或者在学校都在做的 就是将这些小朋友呢 安排坐在老师的附近 好像老师的一个小助手 那样 那变成了其他同学 可能上堂的时候 一些动动啊 一些声音呢 对他来说 骚扰性会少一点 因为呢 以前有些学校 或者有些老师都试过呢 就是因为小朋友 可能上堂会吵啊 会动得很厉害呢 调了他去厚一点的座位坐 但是调了之后呢 其实这个问题 没有改善 不得止呢 还会严重了 因为小朋友坐在后边呢 他会基本上 他可以看完全班的同学 的动作啊 声线啊 其他东西呢 对他的分心程度呢 更大影响 那么所以很多时候呢 他们会调前一点啦 调近一点的老师啦 那么同时间呢 就是说 他们通常桌面呢 我们都尽量叫他 将一些杂物拿开了 不要给那么多其他的东西去骚扰他 今集麻烦了黎医生 跟我们的讲解 节目时间又够了 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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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